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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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要看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因此 没出来了 這個好說吧 不好說的話我就 你們隨時打斷我 就是其實是這樣的 我也想說趕快把Namana給大家聽看 因為Namana真的真的特別特別 不管是Namana也好 Gimme a Chance也好 還是Mapodoke 都是張一星獨立編曲製作人 所以這個還是可以稍微驕傲一下 然後整體的歌曲風格也還滿多樣化 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夠期待 10月10月花條 謝謝 所以說剛才上班時他有一點小拍子嗎 最早點是教育的 最早點是教育的 對 是這樣的情況 就是還沒有習慣就是 擺拍你知道嗎 就是他說讓我進去了 我想那就是可能就是一般的路 上班的路要稍微長一點的路 我說有一個人可以走也可以 人家說不能跑 導演你沒有跟我說不能跑 我看大家都特別大的歡呼聲 然後我有點不好意思 然後我就 好 謝謝各位 跟大家稍微打了個招呼 就匆匆的進去 然後突然就遇到一個姐姐把我攔住了 她說不行 麻煩你回去照照相 啊 真的我這個現場發展 我的麻煩 她說這個人好像是照相 她說給粉絲照相 然後我就想 好 那我就回去 然後回去 然後到這個環境下 然後大家好 她就 大家叫我一個人 你不好意思 你這也奇怪 你叫 然後就又從頭又離開了 就會就是這樣 然後剛剛這個 你有想到 然後 也是你比較好的這一段 有那個網友 給你做了一個表情 就是一個想要在做 哦 真是厲害 對 確實是 超好人 謝謝各位朋友的關注 然後希望 我來這個地方 主要是給大家展現 音樂跟舞台 然後希望大家能夠感受 好的音樂 來做好的舞台 但是舞台 當然有張慶哲這種 就是 前輩啊 也有成績 某這種網路 有沒有突然發現 你怕什麼樂團 中式閃爍 手工夫 哦 這麼說還真是 但是 我覺得還蠻開心的 凡榮幸跟張英哲老師 在同一個舞台上 其實 還是要感激這個舞台 這個舞台 做得這麼好 讓這麼多喜歡音樂 熱愛音樂的人 到這個舞台上 來展現自己的魅力 我覺得這個是比較很貴的 而且每個人的魅力都不一樣 嗯 那從音樂上 許多利用啊 從台這個名稱下格 因為畢竟當時 他還算什麼 哦 我覺得這是一個 音樂市場發展的一個 呃 規律吧 每一個人都會有 變成前輩的一天 也每個人都會有年輕的時候 但我覺得每個人 利用好自己的時間 跟下自己的時間 為了自己的問題 要去打拼 奮鬥每一個人都不可為 那在張英哲老師 有時候比較羨慕 這些年輕人 那你們會羨慕 更年輕人 哦 我覺得其實 呃 其實我有時候跟自己說 我說如果我在年輕的十十歲的話 我有現在所有的實力啊 然後我在年輕的十歲的話 那該不會 但是 有的事情就是這樣的嘛 就是可能需要時間去沈澱 有的事情需要時間去磨練 所以我覺得都是一個過程 但是對我來說 每一個過程只要感受好的 是精彩的 然後是誤悔的 我覺得 都是可貴的 您說 嗯 哦 剛才在後台 有跟其他的藝人有交流嗎 有交流什麼嗎 像北山上平啊 然後 連鎖兒 有交流什麼 還有 有交流什麼 哦 有交流 我之前沒有交流 哦 我之前還沒來 對吧 我們 我來的時候 休息室就我 還有我們工作人 加油加油 創造自己 莫不樂於 如果要用一個口話 就用那麼大的 您在设计的表现下有什么心得吗? 我其实还是要感谢这次中文字幕号牌的导演刘梅老师 其实我们把我整体的盖定和设计和创业老师都比我更加专业 包括以台整体的调配和设备的调试 所以我觉得首先在尊重彼此的基础上 然后提议一些构想构思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一次合作 所以希望大家喜欢这样的舞台 是这样 无论是你的综艺作品还是影视作品 都获得了非常高的关注度 但是我知道你是一个非常有追求的音乐人 那你认为一个好的歌曲它有什么样的标准呢? 其实歌曲评价唯一都不一样 因为音乐没有正解 我早就在各种采访中说过 但首先第一点就是在传唱度上 我觉得传唱度比较重要 但是为了传唱度去放弃一首歌曲的质量 我觉得我的这个个性也做不到 所以其实我一直在找一个结合点 就是又能够有传唱度 又能够让歌曲的质量滑高 然后还是在这个流行音乐圈子里的这种比较特殊的这样的音乐 所以一直在编续 包括跟国外歌手合作也是在一直在聊这块 到底是在编曲上的佳花还是在旋律上的佳花 后来慢慢的就形成了自己的一种音乐的理念 然后慢慢的发现原来可以这么玩 比方说这张专辑 Mamana 目不论 就是这样说你们也听着也是 你看看我 我看看也没有十打十的东西 比方说目不论有一首歌叫麻婆豆腐 麻婆豆腐我觉得就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结合 那当然其实现在我们国内市场有很多很好的制作人跟音乐人 他们只是缺少一个机会让大家发现 因为其实对于一首歌来说 其实真正重要的当然歌手重要 这还是缺少年歌手重要 它同时重要的是那些幕后 为了这个歌手这个音乐做制作的所有的人 当然也会有人觉得说 那我觉得旋律更重要 我觉得这是见灵见智的一个东西 其实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现在我说 God can't get away from you 这个旋律对吗 但你们会不会因为这个旋律 觉得这是一首好听的歌呢 不会 一定是要有一个人把这个轨道给它做出来 跟旋律合在一起 才会觉得说 这是一首歌曲 所以对我来说的话 其实那些幕后的制作人 真的很值得被大家发现 值得被大家听众 因为我自己就是做幕后的 我知道做一首歌 做一首歌的编曲 需要耗费多少精力 调试多少时间 学习多少年的经验 才能够累移出一首真正优质的歌曲 所以这次我也是大胆的尝试吧 想说去和 站在世界的舞台上去解决一下自己的作品 当然 我说实话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最后的结果是什么样子 但是对我来说 我是没有后悔的 因为这首歌是我自己做的 我一个人独立完成的编曲 我跟所有的topliner一起制作的旋律 如果这一场可能不是那么好的成绩 我也会坦然 我绝对不会跟大家说 我做了一个什么样的成绩之类 但是我会在每一步能够得到一点点的 不一样的成绩的时候 我会感谢所有在内阁的时间 就帮助我 或者是支持我的人 然后我希望 对于我来说 拿不当的这张专辑 我已经用了我最大的诚意 跟用星座了 然后剩下的就交给你们去感受 还有 两天 好 各位我们今天待会 接下来还有别的安排 我们在最后问一个问题好不好 辛苦各位 最后一个问题 都OK了是吗 好 好 辛苦各位 辛苦各位 不用照相了 不用了 好 谢谢 谢谢